欢迎来到熊仁谦的冥想圣地 我们今天要练习的冥想是减少未来焦虑的冥想 所谓未来焦虑就是我们本能的自然而然的生而为人 会对于未来有许多的规划、计划和期待 也自然会因为这些规划与期待没有办法落实的时候 感到某一种焦虑感、不安感 对于不确定的未来并非已知的未来 并不如我们计划好的未来一般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感到焦虑 面对这些焦虑 在此处我想与你分享一个来自古老印度的冥想练习 希望能够陪伴你降低甚至于减少这样子的焦虑感 我们会采用印度传承下来的静律方式进行冥想 静律的练习方式事先进行一个让心静下来的冥想练习 再进行思考、辨思的冥想练习 为我们培养自律、自信与自由的生活 我们今天的练习呢共有五个步骤 分别是相关的知识导读、哲学故事的分享 两个阶段也就是静和律的冥想练习 最后是回去的一些功课建议 现在呢请你先让自己稍微放松 我们还没有要开始正式的冥想内容 不过我们正准备要与你分享知识以及一些小故事 所以呢你可以在一个自己准备放松的位置 不论是站着也好啊坐着也好 总之呢提醒自己的身心尽量的放松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点起你平常习惯 帮助你放松的这些工具 不论是熏香、蜡烛 可以将灯关掉 或是任何能够让你放松的 坐好、躺好等等的姿势 今天要与你分享的知识导读呢 是来自我们这一系列 冥想圣地里面都会与你分享的一本书 平静的心、专注的大脑 这是现代学者们在研究冥想的时候 所参考的书籍 所以呢有高度的权威性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来自本书的第108页 内容提到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无论是大是小 不过是问题的八分之一 这是以为六世纪的基督教修士 劝戒他的苦行同修 反倒是即使无法完成任务 心境也不动摇 才是剩下的八分之七 在各种心灵传承中 静观道路的主要目的都是一颗不送扰动的心 特拉普派的修士 Thomas Merton 赞参赞这种特质而写下诗句 引用了古代的道家作品 说一个木匠不用圆规 也可以画出一个完美的圆 这些人类的心灵 自由而淡薄 不受扰的心 恰于痛苦生命的状态 金钱忧虑 工作过劳 家庭问题 健康难题 相反 在自然界中 如壮见掠食者之类的压力事件 仅仅是暂时的 身体会有时间去恢复 现代生活的压力源 大部分都是心理 而不是生理的 而且往往持续不断 像有一个恶上司 或家庭失和 这样的压力源 会触发同样的古老生理反应 如果这些压力反应持续过久 难免致病 以上的内容呢 谈的是 冥想 或者说静观练习 其目的 就是让我们训练一颗 稳定 不受干扰的内心 这一部分呢 我想与你分享 在古代印度哲学家的一个故事 古代的印度呢 不太会有这种 纯粹的理论性哲学家 他们都是一边学习哲学 一边进行冥想 来改变自己的生命 今天想要与你分享的故事 是来自于一个 非常有名的 早期的西藏的翻译家 他的名字叫做 马尔巴 他曾经从西藏前往印度 徒步走到印度三次 在印度前前后后 住了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 经历了无数的困难 在他第二次 准备前往印度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他第一次从印度回到西藏 然后在西藏 有了一些事业上的发展 有一些学生 有一些追随者后 第二次准备前往印度时 他告诉弟子们 他要再次回去印度 继续精进他的学习 但是弟子们告诉他 老师啊 你已经年事已高 回去印度 对你来说 身体上是非常疲乏 甚至于有可能会因此 而丧失性命的 你真的还要回去印度吗 马尔巴 很具体地告诉他们说 他知道 他接下来会面临到的最糟的状况 有哪些 寒冷无比的沙漠 然后非常湍急的恒河 到处可见的盗贼 以及可能经过三四天 都不会找到一份粮食的这些村落 这些东西 很具体地 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 他对于自己可能会面临到的 最糟的状况 他心有笃定 然而 他更笃定的是 就算面临到这些最糟的状况 他也仍然想要回去印度 因为对他来说 实现自己生命的诺言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 我们对于未来之所以有许多的焦虑 往往是因为 我们没有准备好面对最糟的状况 我们也没有想过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 打算的时候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仍然决定要前往印度 此时 他的心理状态 就变得更加的强硬跟坚韧 他很确定 自己要前往印度 并不是因为自己对未来 有过度的乐观的期待与想象 相反的 这是在他已经预想在最糟的情况之下之后 他仍然想做的事情 而这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冥想环节 请你用一个最放松的姿势 躺着或者是让自己的身体自然的陷在沙发里 请你闭上你的眼睛 想象自己躺在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天空正直夜晚 充满了各式各样闪烁的星星 这些星星将漆黑的夜晚 照得明亮无比 这每一颗星星呢 都代表着一个 曾经 透过冥想的道路 让自己的生命 得到自由的 哲学家们 在这些星星的中央 有一颗 皎洁的满月 亮白 放光 请你想象这些星星 慢慢慢慢的 融入了 那颗月亮 月亮 月亮像是一个磁铁一般将所有的星星都吸了进去 最后天上只剩下那一颗月亮 接着请你想象这一颗满月 这颗满月从天空中渐渐掉了下来 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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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坠落 边缩小 最后变得只有大拇指一般大 请你想象它 请你想象它掉进了我们的胸窝 从我们的胸窝进到我们的身体里 从内在照亮了我们全身 让我们的身体变得像一个灯泡一样 里面的光照着内在 让内在无比的透明 请你想象从脚底有一些黑色的雾 渐渐地离开 这象真的是负面的能量 被我们挨了出去 现在你全身的内部都充满了光的能量 剔透无比 请在这个状态下放松 你已经准备好练习近日的思虑冥想 首先请你想起一个让你最为焦虑的事 不论是业绩没有成长 计划难以推动 说好的事情可能要改变 或是现在陪伴在身边的人 或许与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越具体越好 接下来 请你勇敢地想象 这件事情 如果发生到最糟的情况会是什么呢 是你的所有辛苦全部白费 是你花费时间陪伴的对象 只是个骗子 你用心投入的计划 最终失败 你努力相信的人 最后背弃你 是什么呢 想到最糟 最糟的情况 不要害怕 你现在充满着月光的能量 绝对能够正面地面对它们 接下来 请你问自己的两个问题 首先 面对这最糟的情况 你有备案吗 你有做好准备吗 你该怎么处理与面对呢 事实上 我们往往不想要面对 正因为不想面对 所以 不知道怎么解决 更因为不知道怎么解决 所以感到焦虑 现在 你该想着 你要怎么面对呢 其次 如果这最糟的情况 发生了 你还会 想要继续做 你现在在做的事吗 如果这个对象 最终会与你无疾而终 你现在还会愿意 继续爱吗 如果这个计划 终究会失败 你现在会愿意 继续做吗 如果 你的投入 最终会带来 许多的变化 你还会想要 继续投入吗 最后 请你把专注力 轻轻地 放回你的胸窝 想象 想象里面的光 依旧灿烂着 然后 非常的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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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与我一起 进行 今日的冥想 对未来的焦虑呢 往往是 我们希望事情 在我们的可控制范围 我们同时有太多的目标 而我们同时又顾不到 这么多目标 而感到焦虑 当我们想好最糟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知道 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当我们想象 就算再怎么准备 这也会失去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 自己做这件事情 是否真实地想要 有些事情 我们之所以会做 不是因为我们喜欢 那件事本身 而是因为我们对它 有一些期待 可是当我们发现 这个期待不再存在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做某件事 其实是希望得到 别人的认可 当我们确定 我们没有办法 得到别人的认可之后 我们还愿意 做这件事情 代表我们才是 真心地想要做这件事 所以我自己也常常练习的 一个哲学辩思就是 如果这件事会失败 我还会想做吗 如果会 代表我想做的是 事情本身 而不是这件事情成功 如果不会 代表很有可能 我是希望透过这个的成功 来达到另外一种目的 那这个时候 我自然就会感到 非常的焦虑 希望今天的练习 对你有所帮助 最后我会想要与你 请你与我一起 聆听并且 进行我们今天的一个 哲学冥想最后的祈祷 生命的境遇会不断变动 我们的内心也随之回应着 面对不定的外在 有些坚持可能艰难 但是逐步地去实践它 对我们的人格完善 有所饶意 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意识到 承诺至于人格 是关键的而且必要的 Saromangalam 希望今天的冥想 对于降低你的各种焦虑 会有些帮助 也希望今天与你分享的 这个哲学思维 对你的生命 能够起到一点点的启发 那么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